吃飯 超難吃 喔 重點 就看這句就好 吃飯超難吃 前面TOLS其實 講話是 很中肯的 很厚道的 我認為 超難吃嗎 吃飯超難吃 強調兩次 超難吃 你看 超哥的臉都僵硬了 就跟妳說免單 這頓臉賣給妳請 妳說妳要跟妳生命 我覺得TOLS也失誤了 他沒有察覺到對手已經滿怒了 因為他在看鏡頭 他如果看重播他一定會後悔這裡還在繼續笑 其實誤會是產生在這裡的 現職律師你好 重點就是超哥有緩刑 他在緩刑中 那如果他在緩刑中的話 六個月以上是一定測的 他那個他原本慘 他原本要執行的就一定要執行 一顆罰金可以一天一千塊 也可以一天三千塊 所以假如六個月一半來說是十八萬 那假如他用三千的話會變五十四萬 我覺得他不care到底是十八萬還是五十四萬 他care是他有沒有留這個前科 然後他有沒有背叛 網紅TOYS近日前往超哥經營的海鮮餐廳開直播 並毫不避回頭批醋飯難吃 或許超哥於店門外通歐TOYS 對此丁特也開直播評論此事 並找來律師粉絲發表看法 好重點就看這句就好 醋飯超難吃 所以超哥聽到他講這句啊 我坐在你臉上 你都敢開著直播對我說東西超難吃 那我剛剛不在的時候你是怎麼樣批評我的食物的 你回去是不是要把它剪成一集什麼 XX公道伯的來繼續湊我 超哥心裡一定這樣想嘛 但他不知道的是前面TOYS其實 講話是很中肯的很厚道的我認為 超難吃嗎 主板超難吃 強調兩次超難吃 你看 超哥的臉都僵硬了 超難吃 三次 我跟你講這個已經滿怒 就更生免單 這堂臉賣給你請 你幹什麼小屁 我覺得TOYS也失誤了 他沒有察覺到對手已經滿怒了 因為他在看鏡頭 他如果看重播他一定會後悔這裡還在繼續笑 其實誤會是產生在這裡的 其實TOYS應該要跟他說 我剛剛很溫和的批評 也沒有很激烈的 我覺得其實是誤會 真的是誤會 我覺得超哥太衝動了 憲持律師你好 先講結論 那個要重傷害或是殺人會 所以不可能這個前面應該講過 現在如果我是TOYS的律師 我應該會想想看 可不可以用150條巨重痘 因為這是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的 所以基本上六個月以上 他沒有減刑的話 他就是不能一顆罰金 重點就是超哥有緩刑 他在緩刑中 那如果他在緩刑中的話 六個月以上是一定測的 他原本很慘 他原本要執行的就一定要執行 因為他前面在緩刑 代表他前面有犯罪 所以一定也是雷犯 那假如他這個雷犯 也是傷害類的性質的犯罪的話 那他 任在打TOYS的這個犯罪 就會再加重 所以我如果是TOYS的律師 我應該會主張 150條巨重痘 然後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 然後再去看他的緩刑 然後之後給他測銷 然後讓他一次打的 所以你覺得超哥最後的行者 大概會是怎麼樣 和解決另外測掉 那如果沒有和解的話 看那個傷勢 應該會有五六個月 一個罰金可以一天一千塊 也可以一天三千塊 所以假如六個月 一半來說是十八萬 那假如他用三千的話 會變五十四萬 我覺得他不care 到底是十八萬還是五十四萬 那care是他有沒有留這個前科 然後他有沒有被判刑 然後他的前面那個緩刑 會不會 他最在意的一定是那個緩刑 所以緩刑撤銷 他前面那一條 就要進去執行了就對了 對 那 kilka 感谢观看